吹大哥帶我來另外一處潭頭山啊 這裡應該是獅吼山的炮陣地之一啦 這裡有一個碉堡啊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在這個方向 這個是個碉堡而已嘛 看到已經那個內部大概都買了 差不多有10公斤後就被埋住了 啊 就這樣子而已啊 那個大哥你們有進去嗎 有有有有 再買了就沒興趣了吧 都不要再挖啊 再挖下去就把人家光彩挖出來 好了我們離開這裡 黑大哥要帶我們到另外一處 這裡都是他的陣地啊 以前算是潭頭山的陣地之一啊 這裡是屬於石口山啊 這條路走上來我們右側可以看到好幾個機槍孔啊 這裡有一個機槍堡壘喔 這裡應該有個機槍堡壘 這裡還有 這個應該蠻大的跟可能跟下面那個碉堡相通的啦 只是下面 他那裡的聯絡都崩了 我們現在要前往崔大哥要帶我去一個地方啊 現在我們看的這裡就是 前方就是臨遠啊 你看這裡平平的啊很適合登陸的一個地方啊 所以日軍在這裡設了很多房子登陸的碉堡啊 這裡就是因為一個他應該是機槍堡啦 啊我們等一下 崔大哥要帶我去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往回走 這裡都是潭頭山陣地啊 石口山的陣地啊 他那個碉堡應該是跟這裡相通的啦 對啊都是相通的啦 被買啦 因為年代久遠了啊 都是被買了啊很正常啊 被挖掉了 挖掉好不好就攤掉 欸 趙路的時候啊 因為他那個應該跟 那條路也有點關係啊 因為現在 那個 價值也沒有說 軍事價值也 高了啦 啊現在 我們那個 算 軍人也不多了嘛 精兵政策的關係 所以都會挑選比較重點式的防禦啊 啊這裡就是 珊瑚礁也蠻多的 這裡是風水保地啊 應該是往那 你在那邊繞就是繞 我那天也是走過來啦 就繞 應該這樣往那邊進去 怎麼走啊 崔大哥好像有點忘了 那天來 他也是繞來繞去啊 在清明節前後過來探訪 比較有人家坎路過啦 經過蠻多人家的 猛廚啊 所以就不好意思借過一下 到了到了到了 我還說是那一棵大榮樹嘛 不好意思借過借過 不好意思借過 現在來這個時間啊 蠻乾燥的 而且蠻好走的 很乾淨啊 沒有蚊子啊 在過來雨季的時候就不太適合了 還是還是要跟人家借過一下 前面這裡的大廣場 很奇怪這裡怎麼會有個廣場 這裡表示應該這裡有路過來喔 所以我們走這裡不算是正確的路喔 所以你們上次來是走這裡喔 那邊走過去就到了 對啊 借他們到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 不好意思啊 我這裡的大榕樹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是在老師講他說 就在這個 這個大榕樹的靠地 那你們有進來嗎 他就直接烤那個 烤平均嘛 嗯 我們那些是只是到前面 下去啊 那時候大榕樹 沒關係我們在這邊 附近看一下 我們走到榕樹這裡啊 我們要尋找他的 泡口啊 泡蟲掉的入口啊 從這裡下去還蠻陡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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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棵榕樹長得滿漂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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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那我們就找一下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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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大榕樹是講說在這個大榕樹 大榕樹 大榕樹 好